我还说吗?不说行吗? 我现在还在跟我徒弟请假 我说,你编一篇吧 我一直不舒服,我最近一直不舒服 一不舒服就说话不连贯 不连贯就没法说 昨天那个一早上午 老蔡要抽血打针 老蔡呢,大概每个月来北大医院打一次针 打完针呢,他得歇会儿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抽血 你看我这抽了都有一个月了 这印还是紫的呢 抽血是不能吃早饭的 所以老蔡就,他女儿给他带了两块巧克力 他叫什么支力架 我也不会说,但我懂那意思 懂那意思,就相当于巧克力 我这也有 这都是我昨天 请老蔡吃饭 打包打回来的 就是这东西 大概就这东西 我这是优沙纳的 嗯 优沙纳的,优沙纳是美国一品牌 号称世界上的 说是第一,现在在艺庄设了个工厂 老蔡就吃了,吃这也不管用啊 所以昨天就让老蔡吃饭 吃完饭就赶紧我就去艺庄 就去采访这个工厂 因为呢 我任何东西看这个东西必须到现场 我是没立场的 我这个人 我只有现场没有立场 我只有现场没有立场 什么叫只有现场没有立场的 任何事我必须到现场 啊 必须到现场 嗯 我现在说 让我涂地一下 现在说 嗯 然后呢 我就去那个艺庄 去的时候 路想象不到的那么远 而想象不到的那么堵车 以前我觉得很近 一开就开过去了 我有个同学 叫陈文申 啊 应该也退了 他退的时候是传媒大学党委书记 就是小C那的一把 小C老说让我上他那教书去 我说你那一把是我同学 按照我们屁大的传统 民主科学必闲 所以不去 不去啊 我就不去 再一个了 你那个叫口述实录 我这个叫一镜到底 我这一镜到底多厉害啊 是吧 你那口述实录 空口无凭 我这个一镜到底 我这拍了的东西 啊 一镜到底 我一去就没你什么事了 嗯 就没有口述实录什么事了 嗯 我就没去 我那个同学呢 在调到传媒大学 去当党委书记之前 呃 就是艺庄开发区 那开发区的主任 在当艺庄开发区主任之前 是北大人事处处长 在当北大人事处长的时候 是中国驻加拿大 多伦多的总领事 是管教育的 因为他是教委的 他叫陈文申啊 是我大学 我一个屋的同学 我当大学的时候 有过一位女朋友 但是我连首都没摸过 就我们班的 就是陈文申介绍给我的 因为陈文申有个女朋友 是我们班的 我们班那个 他的女朋友 或者是他媳妇 叫金娟平 是北大出版社的党委书记 他跟金娟平俩人 轻轻我我活得挺好 然后他就觉得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然后他就 也许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个媳妇 当时是女朋友呢 也许他们一屋里 晚上我也不知道 女生宿舍怎么着 现在女生宿舍 尽当腰额的 这两天那个什么 我看说北大仨女博士 跟那个日本的 那个叫什么东西 说三个子宫碰上一脑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都不敢妄议 这就是陈文申 我上学的时候 你看 我们是同学 就这陈文申 这是我 这是我 这照片好像是我已经到新华社了 因为我看我身上背的是 尼坑FM2 但这也有年头了 是这在哪 我不敢肯定 我不敢肯定 怎么说到这儿呢 就是陈文申当北大人事处处长的时候 他给我开过一名单 就是让我去拍北大的那些的著名的教授 其实早在他当这个人事处长之前 我就拍了好多北大的东西 因为我在北大上学嘛 上学我有手好闲 老想当埃德加斯诺 消钱 就拿着一照相机 那时候 我的偶像就是斯诺 斯诺的媳妇 斯诺写了一本书 叫埃德加斯诺的中国 就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他媳妇编的 他最后一个媳妇 他最后一个媳妇是话剧演员 这是北大校园里的埃德加斯诺之母 这是我 我那时候在北大上学 我就觉得嘿 我非得当斯诺 其实这校园不是北大的 是人燕京的 你看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诺 你要撒尿吧 是不是要尿尿 尿尿吗 那爹给开门 尿尿 来 尿吗 你这孩子 你不尿你老天 老老的身上淘气 他老想要药一肉吃 知道我打包回来的有肉 这里有洋葱 我得挑出来 不然果不能吃洋葱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诺之母 叶剑英提的字 是吧 我就老说是 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 埃德加斯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朋友 伟大领袖跟贺子珍生的黎敏 黎敏跟孔生的孔冬梅 是我朋友 不是女朋友 中国人民是美国人民的朋友 埃德加斯诺是伟大领袖的朋友 伟大领袖的外孙女 孔冬梅是我的朋友 不是女朋友 这是孔冬梅出的书 叫听外婆讲述过去的事情 翻开我家老影集 所以是照片 我是摄影记者 我写的书也都是照相的 然后昨天我徒弟跟我说 师傅 说是那个利宁氏氏了 92岁 利宁是我当年在北大上学的时候 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 我是79年进批达国际政治系的 那个时候 利宁宁是经济系的副教授 给我们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课是三种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叫科学社会主义 他就讲那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那时候他那课没进 我也就没认真听 所以我也没有他照片 到后来以后 我就拍了好多他照片 但是质量都不高 质量比较好的照片呢 就是我已经到新华社了 比如这个 就是质量比较好的 这是阿克发 不是 这是那个富士尼欧潘 什么叫富士尼欧潘 就是富士 富士尼欧潘 这是1988年4月27日 北大办公楼 李毅宁在那做 叫经济改革的讲座 那时候李毅宁很瘦 极瘦 极瘦 你看我这是用了400度胶卷 然后当成1600度用 然后是强迫弦影 强迫弦影 所以颗粒有点粗 但是能看出 我看网上没有 比我这更早的李毅宁 李毅宁那都不清楚 我这个 我这个交片了 可能就我这是最清楚的了 这李毅宁教授 这是1988年4月27 就是北大快90周年校庆的时候 你看多清楚 是吧 尼康FMR 尼克尔镜头 这应该是八十二百镜头 光圈F4 大概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一个学生 在办公楼 办公楼其实叫背公楼 也是那个燕京大学的 后来呢 背公就是出钱捐这个楼的 一个美国人 也不知道背什么什么字 这个字头是B 所以就叫背公楼 后来新中国 把北大给搬到燕京大学来了 就把这叫办公楼 北大有文化嘛 雀巢 叫雀巢 纠占 把燕京大学的校园建了 把他们背公楼给改成半公楼了 你看这学生 他身上 摄影啊 就都是形象符号 你看他里边穿着一北京大学的背心 背心 这是四月的时候 他外边穿了一件运动衣就坐在地上 北大的学生是根本不在乎穿衣服的 不像后来我认识那些外边那些女青年 特在乎自己穿什么 特在乎人家怎么看你 但是现在不知道了 今天网上就有 那个日本那叫什么是什么子 一老太太 这辈子没结过婚 一个大脑碰见三个子宫 你看 这就是北大学生 这都坐在座位上 这座位都是燕京大学的 这没地儿坐 拿着就坐地上 拿一顿 拿点那时候都片叶纸 白纸叫片叶纸 这些学生船坐在地上 你看坐在地上 这都是1988年4月27日 这利宁又被称作是股 叫股分制之父 股分制 因为我不懂经济 他教我的是政治经济学 也不是后来那股分制 这就是利宁教授 我收治了这个 那时候他很瘦 1988年时候还很瘦 1979年的时候就更瘦了 马杆似的跟我似的 我那时候也很瘦 我一米八四高 体重66.5公斤 是吧 我们去北大二百后 就是长平去中树 我永远是第一个爬到山顶 我走得快急了 就跟一根火柴棍在那走路似的 你看 这是利宁教授 就特别瘦 特别瘦 这里边有几个人 我印象特别深 比如这个人 这人叫殷阿迪 殷阿迪 是华尔街 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 他叫殷阿迪 中国名 中文说的很棒 他媳妇叫爱鼎德 爱鼎德 英文叫Dino Dino 什么爱 什么爱鼎德 他媳妇是新闻周刊的记者 Newsweek的 Newsweek的文字记者 因为这些人经常会碰到新华社 我都不熟 这是殷阿迪 殷阿迪 华尔街 是叫华尔街日报吧 华尔街 这是殷阿迪 这是 这里边有好多熟人 我就不说了 有的人就比较 比较不适合说 我就不说了 北大那个上课 只要是北大没有孤丁的教室 清华也没有孤丁的教室 我中学的同学后来上师范学院上师大的 他们都有哪年哪班 北大没有 北大开一门课 谁爱听谁就来听 张忠心跟我说 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 这幅字张忠心给我写的 北大话叫来者不去 去者不追 讲课你只要来听的 来者不去 去者不追 那学生不爱听 有时候就走 走就走 老师也不追 不像现在 还得刷卡 还得登记身份证 是吧 都有什么保安 什么之类的 学校应该是没有怨强的 那时候就没怨强 老师一讲课 如果讲得好 窗台上 嘿 窗台上桌子底下 坐的都是学生 这就是 你看我去 是吧 也没人管我 我到时候乱走 上课就更热闹极了 你看那时候 还有好多人拿录音机 给录下来了 就录下来了 有人笔记 有人录下来了 这是1988年 4月27号的时候 每年到五四的时候 德先生 赛先生 北大就热闹 所以一到四月的时候 天也不是很冷了 学生就开始活跃了 就然后乌约的闲 华 开边了 愿意 这是1988年4月27号 晚上我拍的 这天我去呢 是跟新华社音女记者去的 这女记者是聊望周刊的 是聊望当时最漂亮的 不仅漂亮 皮肤好 不仅皮肤好 不仅漂亮 为什么呢 她是 皮大中文系毕业的 叫王小黎 叫王小黎 后来移民美国了 她弟弟叫王小青 她弟弟是北大方正的 嗯 是北大方正的 这姐姐 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这个弟弟呢 是圆满的同学 圆满就没考上大学 上的新闻学院啊 后来是我徒弟 我从圆满那知道 圆满的中学同学是王小青 王小青的姐姐叫王小黎 是聊望的一个特美的记者 啊 移民美国了 王小青跟王小黎的爸 啊 叫王文青 是新华社的总编 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从伊拉克 嗯 我写完文章回来 王文青 在新华社开大会表扬 说唐老鸭写的甘草都带露珠 为什么说我写的甘草都带露珠呢 因为我到现场 我到现场 是吧 我没有立场 我有现场 嗯 你看这张照片 我是用242镜头拍的 嗯 靠靠靠靠靠靠 啊 罗伯特卡帕说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 那是你靠的不够近 我是使劲的靠 新华社发的最广角的镜头 是24毫米2 我不愿意用闪光灯 我喜欢大光圈的镜头 这是242拍的 嗯 啊 李宁教授 这是北大办公楼 北大办公楼 啊 那主席台上 嗯 再往后这张照片呢 就是2010年10月27 啊 又是27号啊 那张照片是1988年4月27 这是2010年10月27 李宁八十大寿的时候啊 哎 给他过生日 你看 我在那前面 我这时候啊 就一下就彩色的了 嗯 哎 这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得意门生多极了啊 好多都是很大的人物 很大的人物 就不便不便靠近啊 啊 你们都知道那些大人物 都是他学生 哎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这人叫张毛 嗯 张毛 也是学生啊 所以北大呀 跟别的大学不一样 嗯 藏龙卧虎 北大号称最高学府 一开始 这个学跟府 就是连在一起的 清华都没法比 嗯 这是张毛 那天呢 是 呃 张毛怕他 怕他老师冷 嗯 怕李宁宁冷 把自己身上的大衣 给盖在李宁宁的腿上了 我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盖的过程 嗯 你看 这是佳能相机拍的 这镜头就不如尼克尔瑞 啊 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虚 啊 但是你能看出 老师跟学生面授机淫 啊 这是他跟张 嗯 你老挠什么呀 你老铺床 你铺床泡 你铺床弄那么响 你弄那么响 低头没法说话了 你别 别再挠了啊 别再挠了 脑子是太响 爹说话呢 让你一挠 爹就把爹的心思给弄乱了 你别扑你那破床了 别扑你那破床了 这女狗就老爱扑床 老爱扑床 你看 嗯 面兽机 面兽机 嗯 这天 他八十岁 他说 八十春秋 京市寄民 书林墨海 嗯 你看 他腿冷 男的一到岁数大了 腿都不行 是吧 嗯 盖着他学生张老给他的 嗯 这老头 这老头呢 争议也很大 啊 喜欢他的 把他说成是 说成圣人 不喜欢的人 也那说他 是吧 啊 你看他这学生 练手吧 知道这是谁吧 知道这是谁吧 哎 哎 啊 他说这个是 这是江山 说你看唐老牙又来了 唐老牙又来了 是 他这找我呢 嗯 我 这时候照相就已经很容易了 为什么 现在都是自动自焦了 跟我原来用黑白相机 拍焦卷 回去害自己 还得冲焦卷 光圈还小 还得端稳了 还得强迫弦 反映就不一样了 现在都自动的 都是数码的 突一样好几张 所以不是好几张 好几十张 所以现在摄影记者 都得饿死了 有没有他们都无所谓了 这是这大蛋糕 嗯 这是李宁的夫人 嗯 啊 这都是很著名的人 啊 很著名的人 嗯 还有其他啊 我跟他很熟 是吧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 1979年听过他的政治经济课 啊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来他叫 他叫古分治了 嗯 嗯 哎呀 李宁教授 巴士大手 嗯 这是12年前 啊 又过了12年 到今年他92岁 他就走了 嗯 嗯 嗯 所以 嗯 至于怎么评价他 那是历史学家的事 是吧 我呢 仅仅是把他拍下来 我是一个好的摄影记者 嗯 我能够靠近他 拍下好多 好多 好多 嗯 就是 我是没有立场的 啊 我 只有现场 这是我徒弟找来 20 找来是那什么时候 1988年 就是我以前发过的博客 哎 但是我徒弟跟我说 好原来好多照片都打不开了 都没了 都没了 嗯 都没了 你看 1988年4月27日 北大办公楼 利宁的政治经济学课 老外是华尔街日报 殷阿迪 他媳妇是牛斯贝克爱鼎德 你看 这照片都没了 嗯 2010年 他过生日 10月27 中国股份制之父 他被称为是股份制之父 啊 因为社会主义 都是计划经理 都是国有财产 是没有股票的 嗯 没有股票的 苏联就没有股票 后来苏联改革了 啊 才有 嗯 中国股份制之父 北京大学历宁教授 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 做 重视民间的经济发展力量的 那个讲座 啊 刚才那照片就是 嗯 这个 他 巴士大寿 这天使他从教 55周年 本来他并不被重视 因为在综合大学里边 哲学啊 政治经济学 科学主义 都是基础课 嗯 基础课 一般来说 综合大学的学生 不是那么认真听 嗯 他呢 以前也是啊 但是他博览雄书 看各种杂志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 他是比较早的就接触到 另外北大图书馆大 我这就老记得 那时候老说 北大图书馆 3400万图书 还是340万册 我也记不住 我就有一个3400啊 那么一个印象 北大图书馆 各种期刊 各种书 嗯 全世界都来的 嗯 嗯 他的学生就多了 我都不好意思说那些名 名人太多了 啊 呃 什么 什么墙啊 什么巢啊 什么 什么毛啊 什么什么 就好多 嗯 那天呢 那个百年讲堂 可能气温低 嗯 呃 因为那个大讲堂 这个我们一开 我们一一一一 都知道礼堂一大呀 就风就大 风就大 里边 所以他的学生啊 就是他的弟子 嗯 呃 张毛 就把自己身上的 把自己身上的 呃 大衣 给给给给 给脱下来 盖到他的腿上 盖到他的腿上 嗯 你看我这 我这有这张照片 我只挑了几张 发出来 真正我手里的照片 远比这多得多 嗯 你看这 这大衣是吧 张毛 弄一大衣 黑大衣 把他老师给裹起来了 嗯 啊 你看 是吧 把他大衣老师给盖在这 是吧 这种大衣 这件红的衣服是我的 我热血沸腾 我老爷出去虚汗 这红的衣服是我的 我先把我这红衣服 我给了李宜宁 后来张毛一看 嘿 老爷真会办事 我呢 他就把他这件黑的 又给了张毛 给了李宜宁了 你看是吧 他是跟我学的 哎 张毛跟我学的 啊 嗯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嗯 昨天这会儿 李宜宁教授去世 嗯 李宜宁教授 永垂不朽 应该穿个黑衣服啊 哎呦 我昨天把衣服都 昨天累了一天 全给水洗了 嗯 这只有这件衣服了 李宜宁教授 永垂不朽 不朽 哎呦 嗚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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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呦